柏柳旅游泡泡油浦为处在疫情海啸第一排的饭店业者带来第一道曙光 金华董事长潘思亮认为最快明年夏天全球旅游市场渴望苦尽甘来 有学者也表示全球疫苗施打率不断提高 代表观光界已经熬过了最坏的时期 同样看好明年夏季有机会重启国门 机场空荡到国境之门封锁超过一年 观光局持续无限期暂停旅行团出入境 究竟国际旅游市场何时才能解封 金华董事长潘思亮认为明年夏天就渴望苦尽甘来 可能在这个疫苗还有国际间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认证这方面可能需要时间 但是明年应该可以全球开放 根据高盛集团预估 欧美国家及澳洲最快今年夏季前就能完成国内半数人口的疫苗接种 中国大陆及南韩预测在10月赶上进度 而台湾则有机会在年底达标 全球疫苗施打率的提升也让观光学者同样看好 明年就能重启国门 全世界这个确诊人数已经是大幅衰退了 现在全世界已经都开始在施打这个疫苗 从几个指标上看到这样的现象最坏的时间已经过了 我想明年假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要完全恢复国际旅游 当然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出国的人必须已经有免疫力了 那就是要找疫苗 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去的国家必须没有疫情 否则的话你还是有所谓的无症状感染 虽然医师强调旅游解封的关键还是要看各国对于疫情的免疫力 但随着疫苗开打以及观光泡泡有谱 还是给了观光界一道曙光 记者综合报道